嗨,你知道吗? 面包师是一个专门制作各种面包和甜点的职业 他们使用不同的原料和工具 例如酵母、面粉、烤箱和搅拌机 来制作出美味的面包和甜点 面包师的工作非常多样化 他们需要了解各种不同种类的面包和甜点 并掌握制作他们的技巧和方法 有些面包师还会设计和创作独特的面包和甜点 以迎合顾客的需求和口味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面包师 那么你需要学习制作面包和甜点的技巧和知识 你可以通过参加烹饪课程或烘焙工作方来学习 你也可以阅读面包和甜点相关的书籍和文章 以了解更多关于面包和甜点的知识和技巧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保持对烘焙的热情和创造力 不断地练习和尝试新的菜谱和食材 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面包师 当你成为一名面包师后 你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制作面包和甜点 你可能需要早起开始工作 因为很多甜点和面包需要时间发酵和烤制 此外你也需要保持厨房的整洁和卫生 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面包师的工作可能有些繁重 但是如果你喜欢烘焙和创作 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充实的职业 你可以通过制作出美味的面包和甜点 来为顾客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与其他面包师和烘焙爱好者交流 分享你的经验和技巧 并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食谱和口味 如果你对烘焙和创作感兴趣 那么现在就开始学习吧 不论是通过烹饪课程 阅读书籍还是观看烘焙节目 都可以帮助你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知识 记得不断练习和创作 保持热情和耐心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面包师 感谢观看